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咱们要来学习的这个单词呢 是小朋友们每天上学都会需要带上的东西 它可以用来装书本 练习册 铅笔盒 能装各种各样的东西 小朋友们是不是已经猜到是什么东西了呢 那咱们赶快来看看吧 B A B B B A G Bag 小朋友们是不是已经知道是什么了呢 那咱们赶快来看看吧 哇 这是什么 小朋友们一定知道吧 Ba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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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小朋友们,咱们来看看这个书包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哇,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什么呢 哈,是一个shopking的小礼物盒 还有呢,一个小盘子 还有一把小叉子 咱们呢,可以让芭比娃娃把这个小书包背上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好,芭比娃娃来了 咱们可以让芭比娃娃背上这个小书包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看,芭比娃娃背上了 是不是很漂亮呀 她呢,就可以背着这个书包出门了 bag 包 书包 袋子 好,小朋友们 那咱们赶快来看看 这两颗惊喜蛋里面 都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们吧 这是海底总动员 多利去哪儿了的惊喜蛋 哇哦 原来是这个非常可爱的橘黄色小鱼呀 这个小鱼呢 是可以挤压 拉伸的 这里面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哦,是一个绿色的大青蛙 它嘴里面呢 还有一些绿色的东西 好了,小朋友们 今天咱们学习了 一件非常常用的物品 是小朋友们每天上学都需要用到的 bag 包 书包 袋子 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咱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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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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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